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現在可能10個歲會 沒關係 我說故事 可能大家那邊要睡 我首先 我首先跟大家報告 我向秘書長的命令 他叫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去年去華盛頓DC 一些重要的事情 而且一家要見證說 我們這張新聞證 台灣公民新聞證 我們在美國真的通行無阻 很好用 我現在先跟大家介紹 我們先為 我先說一些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 一些歷史 可能以前大家不要聽過 我們2008年二月初日 台灣民進府是在台北正式生立的 那時候成立的時候 我們的名稱叫做 台灣民民政府 其實它正確的名稱 應該是叫做 台灣民國民政府 它的基礎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而且我們這個機構 是在美國本土裡面 是一個政府的機構 這是正確的 而且它是根據 古金山和平教育 第23條的規定 也是它占領者 以無所設立的一個諮詢機構 當時美國那時候叫做 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叫做 台灣民民政府 但是後來 因為美國軍事政府 他說 他要用簡稱 就說美國軍政府 所以我們為了解公的道具 所以我們把它簡稱 台灣民政府 大家報告就是 其實我們 我們之前是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因為你看 你美國佔領伊拉克的時候 他也是成立 伊拉克平民政府 為什麼我們變民政府 其實我們 原來的名稱叫平民政府 是因為這種緣故 所以我們把它簡化 叫做台灣民政府 再來 2010年4月25 全球代表台會 台灣民政府 台灣平民政府 基於一個 全球代表大會 在台北基盤的 圓滿落幕 當時參加的政黨 有農民黨 民主黨 共和黨 頂頂 我們選出第一次的主席 就是陳仲茂先生 做我們第一次的主席 我們知道 那時候 我們參加的人 沒有國民黨 沒有民政黨 沒有台連黨 那些都沒有 我們是 我們自己 當初對秘書長去告美國 那些成員所組成的 農民黨 民主黨 共和黨 我們學美國 民主黨 共和黨頂頂 再來 2010年7月初 我們台灣民政府接受美國的謠章 在華盛頓DC設立辦事處 我待會放一個影像給他看 我們辦事處的影片 因為 以前我們都在紙面 紙面上看 但是我們都沒有看到實體的東西 我們這次去美國 我給他寫到很詳細的照片回來 待會放給大家看 然後 因為 為什麼要用七月初 因為美國的 國慶日 七月四 所以他剛才在那天 邀請我們設立辦事處 這是 他有一個代表意義 為什麼 他不要去叫民進黨 不要去叫國民黨 不要去叫其他的政黨設 只要讓我們的領導人 林志森博士 所領導的台灣民政府去設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當時 2006年我們去美國 後來 他雖然說歌詞 實際上也是算歌贏的意思 所以他要輔導我們 怎樣走政治這一條路 他在那裡設一個辦事處 美國如果只要軍事 宣佔任何一個國家 他跟人手把贏一定是 軍事佔領人家的國家 他一定會把那個地方 找一個人 在他們的美國華盛頓聯邦大樓 設一個辦事處 方便於他美國 他們的中央人 要跟當地的政府聯絡的時候 就先透過這個辦事處聯絡 然後辦事處再把它傳回他們的國家 所以他會叫我們去那邊設辦事處 不是沒有原因 表示他很鄭重的承認我們這個單位 雖然我們這個單位算 跟民進黨國民黨比起來 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單位 實際上這是有用就好了 再來 2010年9月8號 美國邀請我們美國政府官員 政府機關邀請我們 在華盛頓的四季酒店 舉辦第一次的酒會 那邊的酒會 那邊的酒會 就是 美國的媒體 形容說 送米靈以後 台灣人最快成功的酒會 這也是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也是讓我們台灣未來 進入一個未來的前途 見到一絲真正的希望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台灣 我們的法理學院還沒成立 那時候的志工不多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什麼攝影的設備 我們去參加的人 那時候十幾個人而已 所以 這塊鴨瓶是第一邊的酒會 那是美國官方跟我們合相的 跟我們攝影的 然後美術人幫他copy幾百塊 在志工那時候 可能還有 你如果有那個家 可以拿來參考看看 這是證明 因為我們所做的美術人 都是 我們都有錄影 就是有錄影 都不是空手部機 這樣黑白說的 這些東西都 我用我剩一塊而已 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這是真正的 我們所介紹的東西 都是真的有這件事情 再來跟大家報告 我們第一次的法理學院 是在那個 是 這個不對 這個日期不對 我更正一下 是2011年11月16日 2011年11月16日 我們第一屆法理學院正式成立 那時候很冷 我們第一次因為 我們經濟很困難 我們要成立這個法理學院 我們要成立這間 我們這棟大樓 經費很困難 所以我們那時候剛來的第一次的人 可能這裡也有第一次 都要自己帶稅帶 自己帶金頭 因為完全都沒有什麼設備 沒有辦法 不過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因為我們籌備好兩年 找很多地方都沒有人要做 我們好不容易留先生 聽到秘書長演講了很認同 他一然決然就像這間辦公室 做人 尤其他要做我們 他要讓我們用 他也受到外面很多壓力 不過他都不管他 他讓我們用 經濟很困難 雖然經濟很困難 大家都很刻苦 但是我們很高興 我們好不容易成立第一屆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長 很高興的事情 再來 我要給大家介紹 2013年 九月初六 就是去年的九月初六 我們基盤 第二面的台灣民政府 在華盛頓市地酒店 基盤的酒會 甚至我們邀請ABC 電視聯播網 就是2012年 專訪美國歐巴馬總統 那個民主持人 Scott Schumann 他來會長主持 這天 是大家台灣人 很熱烈慶祝的 我最重要的 待會要跟大家報告這件事 因為 秘書人叫我起來 就是要跟大家印證 我們這個卡的好處 當然 我們要去 我們要辦這張酒會的時候 我們是預計才有十八的就好了 但是到報名結束的時候 有三十幾的人參加 秘書人就說 好啦 如果大家都要去 他當然很高興 不然就都很讓我們去這樣 都讓我們去的時候 不夠記票 我們就趕快去 搶購十二張 因為 不同時訂 所以那個時間都不一樣 我們就分兩批 那批十八的人 那批十八的人 潘信信副主席 搶 第二批十二的人 就是 扶人我 潘良王副主席 還有婦女會總會長 我們安排是第二批 然後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是參加第二批 我跟他報告說 去文 我們就是九月窄時 去年九月窄時 在九點我們就從桃園機場 我們十三十歲 做會坐婦人機 坐到十驚人 到十驚人 到十驚人 先分作兩隊 第一隊十八的人 他們就是由東驚 坐到特律 然後由特律 搬 貨人機搬到雷根機場 然後第二隊 就是我們 我們由東驚 搬到亞特蘭島 然後由亞特蘭島 搬到雷根機場 然後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第二隊就是 因為我們差不多到十驚人機的時候 差不多十二點多 就在等婦人機等到四點多 很順利 達美航空公司 然後搭上的飛機到亞特蘭島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亞特蘭島 到亞特蘭島 那個機場的大天的時候 我看一看都看他 那人多少 比我們今天的人還要那麼多 坐了一杯 這樣排幾個圓 那我們的婦人機 在半空中飛的時候 有延遲到 有門去 因為我們 我們下一班飛機 剩四十五分 就要飛走了 那我們如果在那等 一定要等一兩點鐘 一定不會有 飛機會飛走 這樣我們隔一天 要辦集會就不會有 看要怎麼樣 我們就很緊張 那夫人就 臨時把我們召集起來 開一個臨時會議 就說 我們今天集思廣義 想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快速通關 這樣 那時候他就說 畢士長邀請函放在那裡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保管一件東西 我們都找很多東西 他保管就邀請函 他說他又拿出來 邀請函全部都是英文版 邀請美國官員 來參加我們的交會 我們也有留一些 我們自己要用的 結果他就說 這邀請函 我們來跟美國海關官員 商量看看 看可以讓我們 有什麼 哈記通關的方法 讓我們趕上飛機 要不然隔一天 要辦這麼順大的事情 我們 花那麼多錢 沒辦成那怎麼辦 然後 因為夫人 他 他在外國住了幾個年 外人兩人很強 我們就拜託說 你去跟他講話 總是要第一次 夫人 一然決然說 好 他要去試試看 他就邀請函 還有我們這個身份證 還有我們的記票 他就拿去跟那個 他們的海關官員 在那裡交通說 他要怎麼跟他說 我不知道 我沒有跟他問 因為我也聽不懂 然後大概 經過差不多十多分 他就跟我們握手說 快點快點快點 他旁邊這個空的 那個櫃台 那個海關的櫃台 他要讓我們過 他要開那個櫃台 讓我們這十二個特別 讓我們過 我好高興耶 為什麼 我們台灣民政府 第一站的外交 十分鐘就改過了耶 我看這個國民黨的外交 我們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就很高興 我們十二個很高興 走去旁邊 趕快從旁邊走 然後他就真的開那個櫃台 讓我們過耶 當然我們要出去 我們大家都一定準備這張 然後這張就大家記票 記票就是這張 然後邀請大家 就這樣準備一份 他都給我們看 看 都沒有給我們問就什麼 都讓我們十幾分鐘 讓我們十幾個都通過 那真的比 就是很特殊 一個人不用兩分鐘 就全部pass過了 我們好高興 我說本來我要懷疑 民主黨說這張在美國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第一關就這樣 真的很好用 再來 這是要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真的在那裡非常好用 還要報告一項 就是我有三個朋友 他要去南美做出 其中有一個清洗文件 結果因為他經過美國海關轉機 美國海關 他剛開始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拿中華民國的護照的時候 就被他責任 他跟問題一堆 其中有一個 我就跟他說 這張你去美國海關 拿出來 很好用 他不相信 然後我說你帶去 結果他真的 那個時候 他只有他有親 他拿出來 把他放在他那裡 他跟他說他有這一張 結果那個 他看一看就 那個先過 其他兩個在那裡問點多少 所以他回到我 真的會有效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別的國家我不知道 我的朋友嘗試 跟連我 我們兩個嘗試 真的這一張在美國海關 如果你遇到他 有在找你 問你一些問題 或什麼 你就拿出來 試試看 你們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已經有試過 我們兩個人試過 我主要就是跟他見證 這張真的OK的 然後 我們去到 不知道要有時間 好不好 這就是 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就是 在雷根機場 我們就 在雷根 就是 已經全部通過OK了 雷根機場 已經在第二雷根機場 在雷根機場那裡 大家拍照 然後 這是我們大的飯店 第一次 他剛開始說 跟我們掛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們是隨時抗議 你掛不對 我們跟中華民國完全沒關係 然後 你看他第二次 他就把我們掛 他把我們掛中華民國 跟台灣民政府企 我們就跟他抗議說 欸不對 你弄錯了 你看他就隨時抗過了 那犯對很配合我們 這是我們的民營政府企 這是華盛頓DC特區的企 飯店的旗 這是美國旗 但是我們去日本三邊 日本人很不大 我們去巨蛋 三年都剛才那間飯店 我一天都105 我叫他掛我們的旗 都不敢跟我們掛 我去跟他做很久的 不敢掛 結果我跟他說 好你不要掛我的旗 你們所有的旗都不能掛 結果只要我們去 那四天 他們都沒有掛旗 連他日本旗 他們自己的飯店旗 他們都沒帶 他跟我說 他們都沒有掛旗 我說好你都不要掛 你要掛 我年紀也不要掛 結果他們真的 我們去三邊 那三年 我給他看他們 真的他們都沒 所有的旗都沒掛 他也不 就不掛我們旗 所以他的旗也不敢掛 因為我會跟他抗議 這就是我們華盛頓DC酒會 所以我們要去之前 因為美國那個飯店的工作人員 就把我們掛 這個掛旗的那個 剛才我們有抓到那個女孩頭 給大家看 他們酒會的那邊 很慎重 然後就是我們的旗子 再來 我們一些高山朋友 在那拍照合照 然後外國的遊客 他來看我們在那裡 跟我們在那裡 也跟我們在那裡 醋味 我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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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不知道看有沒有 這個你看 我們在那裡辦酒會 然後他飯店 他把我們台灣民政務 台灣西部 government 這裡 台灣西部 government 這個招牌 都給他們掛在那裡 所以美國官員來 他就知道我們在 第幾個那個會議室 在那裡辦 所以 這很慎重 可能沒有什麼 這個就是 你看 他說 像我們的旗子 都給我們掛在那裡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們的美方 這一次酒會總策劃人員 美國他們那邊的總策劃人員 這個不是主持人 然後 再來 我是要 然後我們 六點半開始的 我們都用分配工作 每一個人都分配擔任 這就是我們的主席 這就是高三的主席 這位是我們的夫人 就是我們的秘書長的太太 我們的林夫人 然後這是我們的潘信信副主席 然後這是我們的紀教授 紀教授他在德國 留學德國在那裡教授 做工作 然後聽說他在行政部門 德國行政部門工作 然後他 為了看到我們秘書長的理論 很人動 他跟他一然決然退休 回來跟秘書長共同分斷 這次是我們高雄州的州長 我們就列隊 我們有一些 我們的成員列隊 在要歡迎他們的官員來 他就一一的一直 這一位女士 剛好我有跟她 touch 到 她是在美國國務院上班 她跟她先生做回來 她都發生過 我報我們的主持人 這是我們的主持人 這個Squad Schumann 我們的那個主持人 我現在主要是要 讓大家看那個辦公室 這就是聯邦大樓 聯邦大樓 我們在那設辦事處的那個所在 以前都沒有人協商回來 我們都把一座上看 沒看到很多東西 我這次是要讓大家看說 真的有一個 真的美國聯邦大樓 那個所謂的平民政府 他在那設平民政府 都要在他們那裡 是一個辦公室 這就是很早期的通信 在那拍照留念 因為我都用怕了 因為那個所在 華盛頓DC 是一個16公里 建方的一個 所謂的行政部 都集中在那裡 每個地方都不會很遠 有一個車很貴的 所以有時候都用走的 然後這是辦公室裡面的會議室 我 因為 他那個 辦公室的辦公室 都小小小 只要穿這個桌子 兩三樓 這樣而已 一樓一樓而已 你如果 你要去國家 如果需要借用費 意思就應該借用 這樣 因為我給大家報告 那一樓大樓 不是那麼簡單 他有兩個所謂 兩層的所謂 第一層的所謂 你要先交這張給他看 然後給他看後 他檢查沒問題 你看 我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名牌 白色的名牌 我認真 我忘記去找我 然後他給你看到沒問題後 其實我們這個 金片裡面都有東西 不是沒有 你看我已經錄到 你看 金片已經錄到黑了 你看 你可能要不要錄看 我去美國錄到已經 他就有給你看 然後 那個 他現在給他檢查沒問題 他就發一個牌子給你 你牌子掛了 經過第二關 他會再給他收生 他怕你也有裝什麼武器 因為民政府裡面 他也有很多 那叫什麼 就是 激進分子 會這樣混進去 所以他的檢查都沒問題 他還要讓你過 過去 裡面 坐電腿去你路上 每一樓都有一個會議室 我們這次去 我們就叫他會議室 這個是政治道 阿公 因為 第一邊跟第二邊 有參加只有他 我都參加第二邊 第一次跟第二次有參加是他 他是很早很早 對秘書長走 他是 一個高中老師退休 他那時候 秘書長 四家演講也沒有錢 很散 然後 每次要去籌款都很困難 他聽完 他依然覺得秘書長說 他要做他的帳房 他的帳房是沒有錢的 他要把他記錫是記的副葬 你知道嗎 完全的副葬 他說他父親 他要演講 他要去送錢 他說三千兩百幾萬 他就都開了 你看 我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這次還對我們去 他這次還要去 九十歲了 我精神很好 還很高興 他說他這四人 最大的成就 就是有參加兩次的 這個 這個酒會 然後他說 他這輩子最大的成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 他那麼多歲 他就這樣 我們這個年輕人 不能輸 不能輸阿公 這是我們辦公室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你看 這是真的 我們台灣平民政府 在社會辦事處 而且是我們的領導人 林志森博士所領導 這個組織 這個團體 我們是一個政府機構 美國認同 我們是一個政府機構 這張看不出來 我待會兒再補給你看 這裡就很清楚 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堅合眾國辦事處 我剛才要協助 大家看 辦公室沒有大間 小間 但是大間很貴 一國要10萬塊台幣 我們對面那間辦公室 我們只有一半而已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去 那裡還有一個人開門 我看 比我們小間 可能他要5萬塊 我贏的 我不知道那多少 我們這10萬塊 這都要錢 這是什麼 其實就是我們 來教我們今天來 你上課 有一點錢 然後我們就 在中央 就 很像都附加的東西 就是了 處處都是需要用的 很多的經費 我們每一個人去 我們大家一定都在那裡拍照 一個人要 背十幾點才 放棄到那裡 所以我們一定都 每個人都在那裡 留念 拍照留念 你看 這個真的 這個招牌不是假的 大家都很高興 你看 每個人都笑眉眉 這樣 這是本人 這是總會長 這是我們的 我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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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不記得 什麼 剛才他 美國官員 我問他 他最年輕 他跟他問說 你來這裡 他做什麼 我最不記得 他說他 也就是說 婦女會來幫忙 做什麼什麼 直接問他 可能比較年輕 看他比較像小孩子 然後 我們每個人的拍照留念 我 趕快他用時間就要搞 就這樣子 我是 這樣就好了 再來 你幫我跳那個 那個 那個 工程師 你幫我 我現在 你幫我跳 我的那個 要講那個 美國行政組織的 他在那裡 我沒有在那裡 你幫我跳那個 我第二個 那個記憶卡 對對 然後你幫我跳十一 好嗎 對 直接直接 我先講一下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 我 我說那個 行政方面的 美國聯邦政府 他的組織下 有三個 很重要的 組織就是 立法的 機構 行政 就是行政部門 司法部門跟立法部門 三大部門 美國憲法 對每一個部門的 這種 都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 我要 我要跳行政那邊 十一頁 幫我跳十一頁 好不好 因為這 就這麼好 每一段國會 那個 那個 我們的副主席 講完了 再來我跟大家報告說 美國的行政組織的機構 遠遠超過聯邦政府其他兩個分支 他有立法行政司法 那行政司法 那行政司法是美國裡面 是最規模最大的 美國總統 跳十一頁好不好 好來 美國總統是行政分支的最高領導人 任期四年 副總統和總統同時當選 就我要跟大家報告說 這雖然是美國的法律的規定 但是有可能 我們民政府成立 正式執政要 我們會參考 做為我們的參考之一 但是不一定會全部採納 大家報告成美國的組織架構 副總統和副總統同時動算 然後再來一旦總統去世 算是工作能力 或是被坦克定罪 而遭到罷免的時候 副總統就繼任總統 再來雖然行政分支和政府 其他兩個分支的權利是相等的 但是總統在政府的當中 是享有最大個人的權利 這是美國白宮這個照片 再來 美國總統說 美立正合眾國的國家元首 稱為總統 總統當時是美國政府 中概官的領導人和三軍的統帥 根據美立正合眾國憲法 第二條的第一款規定 總統要滿35歲 當時他要在美國居住有14年以上 也一定要是自然出生的美國公民 就是美國出世的 通常被解釋為 是出生時是合眾國的公民 或者是美國憲法通過的時候是美國的公民 有可能很少移民的時候 古早一些移民去美國 但是美國憲法沒有通過 後來通過之後 他就變成正式的美國公民 他也可以去競選美國的總統 當然那些人現在已經很老了 再來美國官員當中 唯有總統跟副總統兩職 需要具備出生時是合眾國公民的任職要見 但是如果其他的部長什麼 可能他不必一定在美國出生 再來 總統的權利和職務包括 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 和下級聯邦法院的法官 所有的任命一定要在到參議院的確認和批准 參議院在美國是權限很大 然後參議員他有一百名 然後剛才那個副主席有講了 那我不用再解釋 任命政府各部門的部長和直屬機構的負責人 總統有這個權利 所有的任命一定要在參議院確認和批准 擔任武專部隊的總司令 擔任民意國家的元首 談判簽署國際條約 以及跟美國印第安部落的條約 但是這些條約要經過參議院通過和批准 然後總統有一個火結權 他可以火結國會通過的立法提案 再來總統有一個很大的看 就是他能下辯還是緩期執行聯邦罪的處罰 但是坦克罪除外 所以有時候我們沒看到美國總統 他最好職權 做擔任總統最好幾天 他會赦免哪些死刑犯什麼 有時候我們有看過這樣子 可能在那個電影裡面看到了 但是真的總統有這個權限 再來美國副總統 美國副總統是總統的第一 第一個繼任的人選 檢認美國的參議院議長 所以美國參議院議長就是他們當然的 當然的那個美國副總統 那總統接班的程序 國土安全部是聯邦政府中 尊敬新的內閣支部 政府部門的成立日期 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原因是當總統身亡 還是算是工作人力的時候 由副總統來繼任 而當副總統無法繼任的時候 按總統職權的順序如下 第一個 眾議院議長 再來參議院臨時的主席 各部部長 基本上各部部長 他是按成立日期的順序排列 那國務卿是居首要 再來給大家報告 美國聯邦行政的部門 總統跟副總統領到的行政分支 有15個部和多個專門機構 他們構成日常所說的政府部門 這些部門付貫徹執行法律 提供各種各種的政府服務 美國聯邦行政部門是美國聯邦行政機關內 最古老成立的主要團體 美國國務院 最主要團體有第一個是美國國務院 第二的就是戰政部 第三是美國財政部 他均以在1789年內 他在1789年那時候 美國正式憲法成立的時候 他相差沒有幾個 沒有幾星期 這三個是美國最早的部門 每一個聯邦行政部門的首長 均是受到政治任命的美國內閣部長 從1979年聯邦法律規定 來假部長制定是美國總統 即任順序加要求成員之一 就是美國總統跟副總統萬一無法 那無法升任的時候 或者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那部長就一直寄上來 那我趕快報告美國聯邦行政的部門有 第一個農業部 商業部 國防部 教育部 能源部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國土安全部 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內政部 司法部 勞工部 國務院 運輸部 財政部 再來 退伍軍人事務部 再來 跟大家報告說 各個以上上訴那個部長都是由總統來任命的 並且經過參議員來批准 根據法律的規定 部長是總統內閣的成員 是總統在相關領域的顧問 總統可以讓某些高級行政官員享有內閣的地位 然後他美國還有很多 美國還有一些特殊的機構 我剛才大家報告說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立法行政司法 現在司法部門的職責是對國會的立法 提出議議 要是要求他改正一個司法案件 做出了裁決 這其實審理是涉及如果觸犯到聯邦法律的刑事案的時候 在涉及憲法的訴案當中 聯邦法院具有超越州法的上訴管轄權 聯邦法院還要負責審理 涉及到一週以上或關係到一個週以上公明的案件 以及涉外的案件 這是美國華盛頓最高的法院 司法的分支由最高法院和下級聯邦法院來組成的 其中有包括上訴法院 講的巡迴法院 還有聯邦地區的法院 以及破產法院 以及聯邦索賠法院 聯邦法庭的出審管轄 有包括專利 雙標 聯邦索賠 破產 金融證券 還司法 以及國際訴訟等等 美國憲法當中有兩項有利於司法獨立的重要規定 第一 聯邦法官繼任是終身的 除非已受到國會坦克 並且被定放下叛國 費弱或其他重罪和輕罪 否則法官不得被免職 第二 憲法規定 聯邦法官的薪資在其任職期間不得減少 換言之 無論是總統還是國會都沒有管理 來減少聯邦法官的工資 這是他薪水的收入 這兩條規定有助於司法官 不用受到公眾情緒 或是政治勢力的影響 所言辦案獨立 剛才我們看到一個圖 副主席的導遊說法官 總統在演講的法官不能拍手 很嚴肅 所以他是完全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雖然美國憲法的起草人 司法體系 避免受到政治和公眾輿論的壓力 但是 零選法官的程序 如今變得相當政治化 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聯邦下級法院法官 均由總統提名 並且必須經過參議院批准才能就職 法官人數和經會均由國會確定 所有的聯邦法官必須經過參議院批准才能得到終身的任職 總統有管理在國會休會期間任命會終身任職的法官 主要負責 法官的主要是他在負責交保 千花逮捕或搜查等司法司法令和一般的違規聽證的聯邦地方行政法官 居有聯邦地區的法院任期是8年 這是參考資料 要按回去 怎麼按 那個人 要 回去好了 大家 現在我是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是這個 然後我們 我們這邊去九會的時候 我們 對 主席 主席那一天 主要是要宣告一個 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現在有時間我給大家報告一下 我還有幾分鐘 一分鐘喔 一分鐘 他主要就是說 他要求美國 給我們所有的台灣評評政府申請公民身份證的人 他給我們一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欸 欸 那個 就是通行證 旅行通行證 就是我們的通行證 對 因為 因為 他 當時 他那個 那個 流球 一個 旅行 通行 這是我們說的 美國 美國你要比照流球的模式 給我們 那個旅行證 這個 但是目前美國都要不回應 四月份 他要去日本 看會說 宣佈 比較 好的一點的消息 這是我們最大的期待 好 我現在講到這裡 待會兒 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交代 好 謝謝